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做一个辣椒皮蛋 雷起来吃的 这辣椒有一斤的青辣椒 然后配三个皮蛋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洗洗啊 再把这个辣椒稍微炒一下 炒炒 然后就雷起来 把这把子去掉 辣椒还是比较嫩的 辣椒是越老越辣 做这个的话 其实最好的辣椒就是 鱼秋辣就是秋天的时候剩下的那种 那种的话看着很小 但是它是一种老 就其实那种 辣椒就是等于像那个猪 这一样的辣椒嘛 就长大的营养素充足 我一年也得吃很多很多的辣椒 这也不知道多少斤 就知道每菜都必有辣椒 这个是控水的 薄了 你把这辣椒下进去 煎 好 这个的话我们以后不用加啊 就这样盖过 加炒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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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我给剥一下 皮蛋 好像也叫松花蛋吧 以前我提就是说 别说松花蛋 松花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这个你看 后来才知道 因为这个像松花一样 一打开之后就像松花 所以有硬子 所以就叫松花蛋 我们就配三个得了 我开始说买了五个 但我觉得如果配五个的话 有点多了 配三个 这就是辣椒 雷皮蛋 这就是辣椒 雷皮蛋 还早了 都慢慢 不急 我在炒这个辣椒的时候 我剥几个蒜 配点蒜要香一点 以前我做过就是不配蒜 光是加盐 也很好吃的 但这次我做的炒料要丰富一点 看味道是不是要特别的好 这个蒜很香的 这个就是红皮蒜 我们这里卖八块十块一斤 那种白皮的 那种便宜一点 五块钱一斤 要摆一下 别让我到时候一边 独辣 一边都还没烤好 一边好 这一半好大 又肥又大的 这个 我们这样炒成这个起皮皮 其实也可以烤的 烤我觉得太麻烦了 我自己直接用这个 我烫 烫熟 再压一下 有些还没 有部位没压到 就是没烫到 好了 可以了 就这样 好了 就先我给你洗一下 这个蒜 蒜粒我先夺 把这个蒜粒先夺一下 因为蒜粒没那么好夺 夺碎 好了 好了 辣椒我们看一下 你剥皮吗 我这个皮很累 我们就不剥了 别的辣椒的皮很老 这皮很累 跟你这没什么 你这人一下就却躲 这一个叫雷辣椒 这叫雷薄 别生怕怪猪 我说 我们苗里叫雷薄 我们苗里叫雷薄 别人都是 雀 雀 雀 雷薄 雷薄 那叫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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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让火灰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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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点盐和配料加一点的醋 一点点就可以了 再来一点的酱油 一点盐 一点白糖 好了 现在把它夺 其实我不给它夺 夺太碎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据鱼就可以了 把它全都漏出来 用干净一点 放到牌子上 皮带雷辣椒 皮带雷辣椒 这里面有这个怎么办 拿点米菜来夺 对 这种米饭有锅巴 把这种米饭 放进去捏一下 让这一点浪费都没有 但米饭不是不让夺了 夺了就毕竟吃饭了 像这样的菜的话 吃饭很下饭的 现在是把它当作一种菜 挺好吃的 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话 这个菜就是一个主菜了 有皮带就是荤的 有荤菜就是主菜了 现在是把它当作素菜来对待 时代不一样了 可以吃了 辣椒 还有皮带 我弄一点 这个菜我爱 这个菜我爱 一道完美的菜好了 如果这辣椒是烤出来的会变得好吃 烤出来的 烤出来的话里面的水肺会全部干掉 再次炒出来的话里面的水还有 烤出来的 如果是自己家种的北地辣椒还好吃一点 这个是外地辣椒没那么辣 吃吃吃完了 但是感觉这个辣椒已经解的不辣了 真的 嗯 不辣的话就感觉没有离魂了 有点不如人意 这个菜 如果辣一点就 辣一点我就吃起来就很爽了 就很好吃了 就可以吃很多很多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